静,他就谈到静,你怎么样做静 他说呢,如果你要修道,要观庙 你就要沉静其心 中间有三观 久而行之,自然得到 那么得到会有验证,得到什么验证呢? 心有五十,身有七后 心的历程有五个种的基本 这个我们今天不讲这些,我们要讲过七后 那么你得到的人,你开始 进到这个修道、诡道的人,你就会有七个证后 什么七个证后呢? 依者,心得真理 你的心可以真的不定 我不是自己说定 那个定要你去听会 这位,我们有机会,我们要考虑 第二,心得真理不杂消沉 就是你外面的失误,没有办法干扰到你 你的心就是,你不受外面的影响 第二个,素极捐消,身心清爽,看到没有? 我们刚刚讲,免疫系统会提升 八周,靠主义,数局线条 需要他来验证吗?每个人自己的心理就知道 三四五六七这我不讲 但是我要讲的就是,祖先早就知道了 比如说,所谓先人、智人、真人 各位知道,你们如果去看那个,我们刚刚讲的群子 但是,这个是唐代表的 群子里面有一篇文章就是讲 修炼,里面就提到 气啊,一般的气呢,在鼻、口、胡之间 什么叫做智人? 气可以到达家 所以,智人这个名称早就有了 你们如果再去看老子 老子有一篇,他就告诉你 他最后八块要结束 他告诉你的是什么 他讲了一堆,他说 以前的长者告诉我是什么 我现在就告诉你是什么 意思就是这样 所以老子说,他学的东西是什么 前辈来的 但是因为中国的书都被烧得差不多了 所以老子就变成了道家的头了 其实他已经讲得很白了 前辈教我什么,我现在告诉你什么 所以中国这个长得很少最好 你知道吗 那老子大概是公元前五百年 各位,比耶稣还要找五百年 跟释迦牟尼佛差不多 那你们如果看到,刚刚我讲五丁的那个 神来源那个,那是公元前一千三百年 比释迦牟尼佛还要找八百年 所以中国什么没有 我们的祖先什么没有 是我们自己后代子孙不知道在想什么 一件一件炮 一件一件丢 修炼,修不出来 一定是假 从来没有想说我修炼不够认识 OK,不过 少说 我要讲的是 因为这件事 真的是另外一个 今天不提这个 所以 先生先王之学 我要讲的是 他早就告诉我们 一个人 从你生出来 你就是有天命 你怎么样去知道你有天命 那就是你要修炼 但是修炼在中国 很长的时间就有人知道 修炼需要 时间需要资粮 所以道家讲的很白 你没有资粮 你没有那个命修炼 因为你修炼 要天天坐在那边 一桌佛或一个仙道 谁来为你吃 谁来为你穿 你没有资粮 你没有资格修炼 因此要修道的人 就要不断的认真的努力 努力 寄取财富 寄取到足够 比如说他认为说 我十年要修成 我寄取十年的财富 然后我开始修 什么事情都不管 这是到家的做 那佛家是完全去 按照释迦摩尼佛的 就是我来跟你布施 化缘啊 不叫布施啊 你来对我布施 所以呢 我祝福你 你祝我成道 这是佛家的做法 各位 先生先学的做法 是全面性的 如果各位还记得 我们讲之一 我会这么说他是全面性的 你生出来认定你的天命 把你的事情做好 那么在上位的人 就要替所有的人去想 怎么样让大家可以 有那个能力去做 有那个能力去做 所以要行人 要行人 要行人证 要把环境做好 能力越高的人 要越努力 可是我们现在是能力越高的人 越享受 以前是能力越高的人 要越努力 要创造一个环境 让大家可以去 那么你在下面 你就要努力的 创造财富 让大家可以 所以以前的人的努力 是要做什么 你看我们看 如果你去看那个儒家 一个是 一旦 在打雷下雨的时候 以前就比较容易有天灾啊 就不能睡觉了 要惊喜 跪在床上 床上 要想 什么灾害会发生 无事不可 所以 平常的人 你收货 就要祖存 为了吗 被灾 一个国家不就是这样的吗 所以以前 一个国家 收来了以后 就要有粮仓 粮仓了以后要屯货 天灾的时候 不够了 屯货就拿出来 养所有的老百姓 我们现在的人 不就是这样吗 你 你出来 你什么都没有 你要努力的进入这个社会 跟大家一起合作 创造这个社会 经济 然后你累积到足够的财富 你要退休了 你可以开始修业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说 儒学 是生命化成的 我们最终 还是要 寻找生命真正的价值 我们的生命价值很明显的 古人已经告诉我们 你看看我们刚刚 这个 这也不过宅宾点 那后面呢 后面什么 古人既然 说 成 那么修认走到后额的人 他就有经验 那绝对不是乱写的 对不对 古人写的冰区在这边 你就可以看到 现在科学实验可以做了 所以生命绝对不是我们现在 一个不确定的 这个肉体消失生命就没有了 没有很显然 日古以来就告诉我们 生命是连续性 我们的生命除了你的肉体 你生命有可能就生化 变成不需要这个肉体的生命 一个在中国历史当中 最明确的 我们也不要讲远 你现在随便上网路也可以查得到 我常常讲 我的笑我 我的朋友 我说哎呀 讲预言啊 全世界的预言都不准 只有中国人的预言最准 圣经的预言 预言好久啊 我们不知道它什么最好发生 可是你们如果 武侯 武侯预言 你看看那个武侯预言 他是1933年 二十大战日本侵华之前就有了 一支预言到什么 一支预言到现在 预言到现在后面 因为他一预言一白 你们回去看看 那个是 那个是什么 那个就是 在道场当中 胡姬 然后 胡姬的时候 就是中国人讲的将神 然后 诸葛肯明就来了 你们在香港 这些人不用方丈 里面其中就有一段 香港好的很 不会出事 你看果然不会出事 大陆都丢了向上 你没丢 从那时候你去看 那时候战争都还没发生 他已经告诉你 德国 法国 英国什么 名字都有 你去看那边一眼 清清楚楚 一直写到什么 写到 国民党车队到台湾 毛泽东 切记大陆 然后五星旗建立起来 搞不好 连共产党人都不知道 他们不自己会有五星旗 那上面已经有 五星畅烂 五名国 这不是说 我们的生命是可以走在 时间轴上 第四个空间 对不对 很显然的 只是现在我们的科学 没有办法证明而已 我们现在的人太相信科学了 其实我们自己本身 这个工具 就是通天通地 通达自然 通达天理 五十二的人就告诉我们说 你只要诚心诚意 你就可以天人合理 可惜的是所有修炼法 绝大多数我相信 在清我的时候烧了 但是后来的人还是很努力 所以有一些人 还是有一些成就 所以 非常重要的 全世界走到这边 我可以肯定的讲 西方文明 那种所谓 理性思维是往外探索 是探索物质的 不是探索生命 人活在世间干嘛 这生命一定有它的架子 其他部分对我们来讲 有什么 直接的关联呢 但是我们的主天就告诉我们 天人合一啊 当你通达到 天的时候 不我一体 我们是属于自然前一部分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爱万物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爱万物 直接告诉我们要爱万物 可是 西方告诉我们的 就是要怎么样利用万物 折磨万物 折磨自然性 所以 我希望我们还有机会回来 好好地考虑 包括这个心情的方法 我绝对地相信 在人类的文明 在这个事情往下走 儒家 社会讲的儒家 我讲的由先皇之道 要回到人类文明的属于 谢谢各位 好 我昨天听过张博士六节 六讲次的这个 关于儒家的原来的面目的时候呢 今天最后一讲主要来是 如何借着儒家 可以说是先生的学问呢 把自己本身啊 能够真的天人合一 因为我个人的经验呢 它是被做得到的 也就是说 也许在商朝 像刚刚张博士说的 现在这个时候啊 西方就像那个时候的商朝 那么呢 商朝转成周朝的时候呢 到现在为止 周朝的文化 依旧是我们中华文化 最重要的核心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就是把神的智慧呢 给了人 所以呢 它可以不需要透过 伏击或者动过问神的方式 它就可以依这个礼去做 而且不会带来风险 同时呢 可以永续的生存下去 但是呢 问题是这个学问 要怎么样能够信得起 这是一个大问题 说得都说了 但是你就相信不起 要如何信得起呢 就刚刚讲的 那个指啊 行的是非常重要 一定要老实的去做 做了之后呢 它就会在你身上 产生出那种感应 所谓的感应道交 如果没有去行的话 那纯粹是概念的东西 所谓的你要如何从 知识的部分呢 转成身体可以持通的智慧 这个部分呢 它有方法 最重要的就是 你一定要真的去做 做的时候呢 它就能感觉到 如果你跟外界的这个部分 你不能够产生 互相感动的话 你是不知道 它是跟你知道 是什么 是成一体的东西 所以今天 我这个张博士呢 他把这个部分呢 给我们做下一个结论 我们接下来呢 会想法去研究 怎么样能够让人 可以真的可以 体会到这个部分 可以感觉到 自古以来 他们都在修炼的 这个部分呢 如果我们今天 实在这个概念 而没有把修炼的功夫 配上去的话 可能它才是一个知识 所以呢 我们在明年的时候呢 我们会继续把这个部分呢 如何做到这个状态 使它成为真的 那么 也很谢谢 这个半年多来 大家的支持 因为这个张博士 这么辛苦 我们特别给他掌声 谢谢他 明年期待更好的讲究 好不好 谢谢各位